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虔子一 歡迎來到我們的 麥克萊基督陣系列第39集 上一集呢我們去了我們的地獄堡壘 應該說是堡壘遺跡 然後探索了我們的 裡面的一些寶箱喔 然後裡面有超多金錠 那我自己私底下整理出來就是 這個應該是後來增加的 32個黃金方塊 然後途中也挖了一堆 地獄金礦 然後地獄石英在下面 這真的超級多我們應該會暫時都不缺 然後最重要的是我們也找到我們的 玉髓錠 那今天我們要幹嘛呢 今天一樣要去我們的地獄喔 那這次去地獄是為了我們的 玉髓礦 對 我想要把我們的裝備給升級上去喔 畢竟我們現在已經有更好的裝備了 所以 我們應該可以把它給升上去 讓它變得更強更厲害 那我們這個玉髓錠就先把它放在裡面 因為我怕弄丟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直接再前往一次我們的地獄吧 不過在去之前我想要先釀造一下 我們的藥水 對 我們的藥水也是稍微要釀造 畢竟我們挖礦 總是會遇到一些 岩漿 尤其是在地獄挖礦其實非常的危險 所以 我們就做一點 好這樣子看我藥水也量好了 這次我也不會只準備我們的稿子喔 這次我想要嘗試看看 用一些TNT來炸我們的 裡面的地獄 因為聽說用炸的好像比較快 所以我們就拿一些沙子出來然後做一些TNT吧 應該是準備的差不多夠了吧 那我們就帶這些前往我們的地獄吧 我們又來到我們的地獄了 那這次我們應該要挖 玉髓錠 所以我們就直接穿 全套鑽裝 反正也不會遇到竹布林嘛 那我們就 直接跑到 下面去吧 那挖到這邊我們 來跟各位說一下我們的玉髓碎片喔 我們的玉髓碎片會出現在的區域會是在 8到22層 就是我現在 這個層數的位置 那這個層數才開始會有玉髓碎片 那算說往上也有 可是 那範圍太大 所以我們基本上 都只要在8到22層的地方挖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今天就取一個中間值好了 我們取15的位置 然後開始往下挖好了 這樣子應該是OK吧 那這邊就是我們的15層啦 我們就在這15層的地方開始挖吧 那 那我們就先挖看能不能挖到一些 玉髓碎片 那挖的方式就是像我現在這樣先 用魚骨的方式吧 那其實各位也不一定要用魚骨 只是我覺得 用魚骨挖好像會比較方便 那魚骨如果都沒挖到的話 我們再從魚骨通道 放DNT 然後開始炸 這樣子應該 可以拿到我們的 玉髓碎片吧 至少一定會有吧 不可能那麼曬吧 就修耶 等一下等一下 他流的好快喔 OK 所以抗火藥水真的很重要 那今天我們就盡量挖我們的玉髓碎片 那我們就大概先挖個 一小時好了 希望是可以挖到我們的玉髓碎片 那今天 我們就想辦法把我們的裝備 給升級到玉髓中 這樣子應該會超級強 超級厲害 那我們就加油吧 這應該就是我們的玉髓碎片了吧 不知道能不能用幸運稿給挖下來 挖多一點這樣 這樣是多少 有 遠古遺骸 以及 所新的合成配方 這個好像有龍爐燒對不對 好看一下這個有多少個 而且我不確定他這樣挖是 一次一個嗎 他這樣燒會是 直接是一個 玉髓碎還是這樣 總之我們就先多挖一點好了 怕會是不夠啦 這邊目前就兩個 這代表我們也會有兩個 玉髓碎 加家裡的 等於三個玉髓碎 這樣好像還蠻多的 所以玉髓碎其實 應該也沒多難挖 我覺得在地獄挖礦這邊啊 真的是 很不安全的一個 想法 我覺得地獄在這邊挖這個 岩漿 太多了吧 隨隨便就一堆岩漿 我覺得在地獄唯一不好的好處就是 他連地底下 連空中上 都會有那種 一格的岩漿 這些東西又流得特別快 看現在又有點強 在這個地形上感覺好像 沒有什麼地獄石鷹的樣子 挖起來就 沒辦法收集地獄石鷹啊 你不能挖金狂 就只能 挖一堆 黑石跟 石灰 喔 有了有了 挖這麼久終於找到你 兩個 這樣四個了 感覺 遠古遺骸也 不是這麼好找耶 天啊 不知道 一小時周星能挖多少 一小時感覺可以挖的 不多耶 希望今天是可以把 浴水莊給做出來 不過現在到這種地獄石啊 其實挖就快很多 因為黑石就相當 相較於 這個地獄石還要難挖一點 你看這邊是 輕輕敲一下 他就沒了 可是這個還要 等一點點的時間 這邊就等於相較於 你用烽火台的速度 就快很多 我們 試試看TNT的效果好了 說不定騎TNT比較快耶 感覺 炸的說不定是最快的方式 反正 我們的這個也防炸嘛 OK 那我們就試試看TNT好了 這樣應該夠吧 好 這樣究竟可以挖多少 喔 其實炸的範圍還蠻大的耶 這樣我有點想要測試看TNT了 我們試試看吧 每隔一段距離就 放一個 反正我們應該也挖了 不少的 礦道了吧 等一下 等一下 為什麼爆炸了 呃 どうして 等一下 呃 為什麼會爆炸 我沒有放 打火機啊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燒起來了 為什麼會突然爆炸 呃 這裡被炸死耶 為什麼 為什麼會 會突然爆炸 那目前看到 對 炸成這樣子喔 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究竟有多少 好像沒有耶 我們 繼續往前走 要注意一下喔 為什麼會突然爆炸 有 上面有一個 我們把它挖下來吧 啊 目前我挖的數量是已經到達 8個了 其實 沒有很多耶 為什麼啊 而且中途為什麼TNT會爆炸 我真的是完全不了解 呃 我覺得我們採取一區一區的挖好了 喔 有 這邊有一個 感覺 不錯不錯 這樣效益好像還比較高 有喔 這邊有兩個 還行 還行 喔 這邊有三個耶 不錯不錯 有喔 一個一個 找到方法了耶 我們 一個區塊裡面大概最多兩礦 那我們找到一個礦脈之後 我們就可以接著往後走 往後走大概 到下一個這邊 比方說這邊的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在 這個地方放上我們TNT 然後再引爆它 這樣我們就只是賭這個中間的機率 會不會出現我們的運水定了 有 像這邊有兩個了 我感覺 這樣好像真的比較快耶 對耶 這樣隨隨便便 就22個了 不錯耶不錯耶 這樣感覺真的快很多耶 就不用說 我每次還要在這邊 一個一個雨果 這樣也省很多TNT 而且也像這樣 我們這邊又挖到一個 我們就可以繼續往後走 然後再走到下一個 區塊 這邊又是一個新的區塊 然後走到這個新的區塊 差不多快到中間的時候 這邊 放一個TNT OK 然後再往後走 然後 這邊又有一個 呵呵 再要先進 踏上了美好之旅 大大火雞煎完後 那我從這邊走回來 之後 這邊另外一條 還有一條 我 這邊已經炸毀的 旅谷通道 就是 不明其妙炸得掉的地方 他 這邊還有一條 對 那我們就 再把這邊的 玉水礦也 稍微收一收吧 好回到家之後 我們就開始燒我們的遠古遺骸吧 回到儲藏室之後 我們拿出 我們的 木頭 然後去合成 合成出我們的 這個 鍛造台 那我們就把它放旁邊 然後 接下來我們去看一下 玉水碎片要怎麼做成 玉水地弄 這邊應該會有 膠要怎麼做 有這邊有 喔 他是四個合一個是不是 這樣好像 沒有說很多耶 這樣子 可以做九個 九個其實也 也不錯了啦 那我們就 打造吧 希望是可以直接 升上去啦 OK 喔 玉水頭盔 有了有了 好 玉水胸甲 玉水護腿 玉水服 這樣子全套 然後剩下一個 有 用玉水包覆我 呵呵 拿到了 哇 好 那今天呢 我們的影片 就差不多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按個喜歡 想要持續追蹤影片 新動態的話 可以訂閱我喔 如果有任何問題 也可以在影片下留言告訴我喔 那麼我是薰姬 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 掰掰 掰掰